我是去年冬天搬到黄浦古港这个小渔村 很高兴就是门口就有一条小河 这条小河往下面30公里是入海口 所以这里每天几乎可以看到潮起潮落的现象 搬到这里不久的时候 有一天我坐在这里 看到下面泥滩有一条鱼蹦了起来 下面看的时候发现它是一条潭土鱼 我们叫它为跳跳鱼 我搜索了这附近一大片区域 很奇怪的就是除了我家门口这条成年的跳跳鱼以外 我没有看到别的大的跳跳鱼 跳跳鱼为什么会挣钱呢 其实是为了求偶 就是给远处的姑娘看到说 我在这里我在这里 但是这附近的区域都没有别的成年跳跳鱼 地盘啊真女朋友啊 今天下午的两三点会退潮 要不等一下我们一起到下面探索一下 好吧 现在都退潮了 好那我们出发 今天不要晒 大家做好心理准备 这个小渔村呢就是建在这个河大的旁边 下面是很多一些废弃的床 还有一些生活垃圾 那些塑料桶啊 还有一些铁块啊 木板啊这类的废弃物品 然后这个跳跳鱼呢 就是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面 看一下 下面这边都有跳跳鱼 跳跳鱼就长这样子了 就是我现在拍的这个地方 有一个铁桶的一个位置 那里就是之前只有我看到的一条跳跳鱼 但是现在那些小的跳跳鱼已经长大 很小的一个区域里面就生活了好几条 所以现在那个地方呢 竞争很激烈 它们经常会抢地板打斗 跳跳鱼呢是一种很特别的鱼 别的很多鱼如果一离开水面 就会没办法复兮 窒息而死亡 但是跳跳鱼很厉害的一点 它可以离开水面在泥潭上行走 甚至还可以爬到很高的地方 有的还可以爬树 为什么呢 因为跳跳鱼的头部呢 有一个蓄水的塞腔 就是在离开水面之前呢 它会把塞腔转满水 到陆地上的时候呢 它会利用它塞腔里面的水分进行呼吸 还有一点哦 就是它的皮肤跟清化一样 是可以直接跟空气接触 然后直接呼吸氧气的 所以只要跳跳鱼出于潮湿的环境 它就不会害怕窒息死亡 我们再移过一遍 到前面那里观察前面的跳跳鱼 好 我躲在这个地方有一些遮挡 所以跳跳鱼不会发现我 如果我很近的话 不要发现的话 它就会躲到洞里面去 看那里就是那一堆木头的下面 有一个洞 那个就是跳跳鱼的洞穴 就是它不时的要回到洞穴里面 把洞穴里面的一些堵塞的泥沙把它清理出来 看那里有一对亲密关系的 一个在前面跳舞 一个在后面跟随看着 我们来猜猜哪一个是男孩子 哪一个是女孩子 我猜呢在前面跳舞的那个是男孩子 在后面看戏的是女孩子 熊跳跳鱼呢 经常会在慈性的面前呢 就是跳舞 把自己表现得很有活力 但是光有活力还是不够的 人家还要跟着你回去看一下你的房子 建的怎么样 看你的房子不是看你的房子有多大多豪华 而是看你建的地方能不能托付你们的后代 说到唐吐鱼的洞穴 唐吐鱼的洞穴是挖在那个泥里面的 洞穴上面是乘一个Y热型 然后下面乘一个J热型 很奇特一点就是 它上面一部分呢 是潮水来的时候是充满水的 它下面的一个J型的部分呢 有一个倒沟 那倒沟的地方其实里面是空气 是没有水的 然后这个地方呢是它的育儿室 它会把它暖产在这个倒沟 这个有空气的地方 然后它的暖是附着在那个泥壁上面的 这边可以看到 鱼们的房子就是建在河岸边的 前面他们会搭建一个平台 有时候可以床可以停靠 然后他们也可以下到下面 有时候会在下面捞鱼 那么下面其实也是那个唐吐鱼的 就我懂的空间 包括下面那个冰影的地方 也是有很多唐吐鱼在里面活动 我们一起去看一下 有好多条小的唐吐鱼 就是唐吐鱼的小宝宝 看到没有 一只小唐吐鱼在走路 他们走路很可爱 就是这样子 这样子 用前面两只胸鳍作为支撑 他们前面两只胸鳍非常健壮有力 所以他们是靠前面两只胸鳍为发力 然后作为支撑往前爬 往前爬 腹部作为后面的支撑 然后他们就可以一步一步一步 往前铺 很可爱 看那边 有一条正在大口大口吃泥巴的小唐头鱼 对你看到他在吃泥巴是吧 其实他是在吃一种叫龟爪的植物 龟爪是什么呢 是一种在水里面常见的单细胞植物 他吃的那种龟爪很细小 而且附着在那个泥上面 所以我们经常看到他是在吃泥巴 其实呢 他是在吃龟爪 但有一次呢 我看到那个唐头鱼正在吞食一条 软体动物 所以呢 他们也不全是吃素的 这个唐头鱼 他有一个很特别的邻居 一种是招潮蟹 一种是吸蟹 跟这个唐头鱼生活在一起 所以他们经常会 可以起一些纠纷 就是蒸地盘 那蒸地盘的方式 一般都是有一只冲过来 然后那只小的就躲开 有时候那个唐头鱼比较大的时候 冲过来 那个小的那个螃蟹就躲开 有时候那螃蟹比较大的时候 冲过来 那小的唐头鱼就躲开 这就是他们的相处方式 好 我们再挪一个位置 到那个平台上面去 我很喜欢这个地方 那里有一只呆蒙呆蒙的 这个唐头鱼很好玩的一点就是 他的眼睛是长在头顶上的 这个很神奇哦 这样有什么好处呢 就是唐头鱼他生活的房间 其实充满那个危险还有竞争的 很多鸟类还有一些动物 会去捕食他们 他们之间的竞争也很激烈 经常要抢地盘 打架 争女朋友 所以呢 就是他们的眼睛长在头顶上呢 可以更好地去观察他周围的环境 看那边有好几条在一起的 我估计他们是要抢地盘 地盘呢 就是他们的生存空间 想要更好的地盘呢 就要出来掀视主权 大的冲过来张开嘴巴 吓一下吼一吼 小的就只能而退了 但是如果是两只差不多体型的话 谁也不占谁 一方打都在所难免 我知道冬天的时候 为什么没有别的成年的跳跳鱼了 因为很多大的都被中奥去吃掉了 我在拍的时候 刚好有村民过来捉这个弹头鱼 我挺心酸的 不过没办法嘛 就是 渔民就是以鱼为生嘛 希望他们不要这么玩吧 那刘雨现在给我关闪 还有刘雨现在可以留后 是不是这里有一条条鱼 其他地方有没有 有一条条鱼 这一幅庞其他地方有 有 你怎么捉到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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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无奈 我可以做什么呢 我建主它不要捉 这个跳跳鱼可以给我们观赏 但对于这个村民来说 周围去炸的吃 也是一件美好的事 出发我们去附近的另外一个地方 观赏那边的跳跳鱼 这个地方刚下来的时候看到好几条那个跳跳鱼 但是我现在的时候惊吓他们 他们一下子躲到那个水潭里面去了 不过没关系 静静的等他出来 这里呢也是我家的附近了 就是步行几分钟就到了 那这边呢就是有很多那个渔民的船 还有小船 还有一些渔民是住在船上面的 然后我刚才看到这边的这个区域也是有很多那个贪图鱼 那么刚才看到一个村民在装的贪图鱼 我觉得这里的大贪图鱼他们也会过来装 但是有一点呢就是贪图鱼呢是在五月到七月这个时候呢 还能防止的也就是说现在已经有一些很小的贪图鱼的 很小的贪图鱼我们是没办法去捉他的 所以嗯没关系 小的贪图鱼明年他们还会长大 我只能这样去安慰自己 这边有点嘈杂不太好录音 呃现在差不多七点啊太阳已经下山 那么刚才到外面逛了一圈啊 就是也是离我家几分钟 步行几分钟的地方 那么既然那边其实也有大的跳跳鱼了 有看到好多条啊 所以这个地方其实跳跳鱼还是挺多的 做到城市治安保护呢 我感觉深圳比广州好很多 你看深圳湾留有一条很长的海岸线 嗯就是供给很多海洋生物 还有海鸟作为栖息 嗯其实怎么说呢 保护这样生态其实也是照顾人类了 所以我们的城市规划者也要有这个观念才行 好吧那今天就到这里吧 嗯然后如果你喜欢大鱼的去香野频道 那可以关注点赞多币谢谢 好那么下次再一起去香野吧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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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